消极悲观除了活在当下 时时与天地父母连接 生起感恩心 还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吗? 当我没有做到以上几点的时候 就会产生悲哀 消极情绪 这位学员要问的就是 消极悲观除了活在当下 时时与天地父母连接 生起感恩心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活在当下 与天地父母连接 如果你的知见有建立起来 正知正见有 那你在这样与天地大自然连接的过程 你就会逐渐逐渐的体会到 生命的神圣 生命的庄严 那些自卑我慢 他就会逐渐的逐渐的消除 消极悲观也会逐渐的逐渐的减少 你可以客观的去看 大自然 那些植物动物 哪一个 哪一棵植物 或是哪一棵果树 它是消极的悲观的 哪一只动物在那里 什么得忧郁症 所有的大自然的一切 都是所谓的欣欣向荣 生生不息 那些植物 要知道 人的生命跟植物是一样的 只是表象 会动不会动 这样而已 有没有移动位置这样而已 其他的人有的植物都有 而且植物它的感官能力 感觉能力 很多方面都比人还强 这个都可以实验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重新来看 一棵植物就像一个人 你在看人 你在欣赏人 你在换一个角度来 来欣赏那些植物 你看看 比如说 我这几年来 看我们这边的尤加利树 或是那些龙博 他们都活得很好 每一天都在活出 他们生命的意义 如果这一棵树 除非它受伤害 受伤害 受到被虫摇 受伤害 不然的话 一般这些植物 他们每一天 都是跟天地连接 每一天都是脚踏大地 头顶青天 然后跟天地 跟大自然一体 每一天 他们都在活出生命的 神圣活出生命的意义 没有那些消极悲观 如果一棵树 它来到 你看起来 消极悲观 通常是它有得病 被虫柱 或是其他的各种因素 然后让它 慢慢的 慢慢的就萎缩 消极悲观的情况之下 它的生命就逐渐萎 逐渐萎 然后慢慢的就会哭死掉 哭死掉 同样的 一个人 如果你的人生 你常常会有这种消极悲观 那个消极悲观 要知道 那都是给自己生命 是负的能量 都是负的能量 这些负的能量 事实上 它也是一种毒素 它会矮化这个生命 会紧缩 缩小这个生命 它会毒化这个生命 消极悲观 不好的那些恋头 不好的那些恋头 贪心称心 罪恶的那些恋头 都是一种毒素 所以佛教把它称为 叫做三毒 贪称痴 佛教把它称为三毒 那些都是一种毒素 所以一般人不知道 你用傲慢 称心 嫉妒心 疑心病 要知道 那些都是一种 生命里面的毒素 用那些来 为什么要用那些来 伤害我们的生命呢 所以你不知道 在那里 在那里什么 起嫉妒心 起傲慢之心 那是不知道 那都在伤害自己的生命 所以大家要了解 负面的消极 悲观的那些观念 都是一种生命的毒素 所谓的负能量 它就是一种毒素 它让我们的生命 是扣分的 是削减的 好 那怎么样让我们那个悲观 消极的人生 生命 然后能够逐渐的 逐渐的 就是去除掉 然后能够来到快乐 自在呢 这个 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好好去对比 自己要去实验 什么样的心态 会让自己 心是缩小的 消极的 没有能量 什么样的心态 会让我们的心是 打开的 乐观的 积极的 这个大家 可以去做一些对比 我现在 讲一些让大家可以参考 比如说 如果我们起嫉妒心 我们在起嫉妒心的时候 我们的心 就会 缩小 就会纠结 就会拉扯 会抗拒 这时候 你的生命 你的心 是打压的 是紧缩的 它是用 你自己用负能量 来扣 来扣减 自己生命的能量 所以那都是不好的 所以你不会快乐 心不会开 这个大家都要去对比 为什么要开发灵觉 你灵觉没有开发出来 你在削减自己的生命的能量 你在给自己生命施放毒素 你都不知道 不知不觉 常常在那里 自卑 忧悲 恼苦 或是什么 多愁善感 或是消极悲观 要知道 那些负变的 都是 负能量 都是在 消减我们的生命 这时候 你会快乐吗 你会开心吗 不会了 所以大家好好体会 开心 不开心 快乐 不快乐 幸福 不幸福 要知道 都是我们在选择 好好体会 都是我们在选择 别人对我们好不好 那是一回事 那是别人的事 别人骂我们 那是他的痛苦比我们还多 好 他骂我们 我们不当一回事 我们感恩他也帮我们消灾 我们一样 可以 就像听到 一只狗 吠叫几声 他穿流而过 你一样可以很开心 很快乐 但是 如果别人 是 真诚真心 要讲出我们的问题 这时候 如果你听不尽 或是 不重视那些 那是自己活在 我慢的世界 封闭的世界 那又不一样 我现在讲的就是 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心 能够真正的快乐 要知道 都是自己在选择 你要选择 消极 也是自己的观念 引导到消极那一边 那一边 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场景 你可以把自己引导到消极悲观 也可以把自己引导到积极乐观 什么叫做一切唯心造 指的是这个 所以 大家要去对比 我们处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让自己的心不快乐 处在什么情况之下 会让我们很快乐 我现在讲几个情况 比如说 如果我们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帮助别人的事情 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 这时候我们的心 会不会打开 会不会有喜悦的感觉 自然的会 自然的会 所以要知道 当我们行善 助人 做好事 散发出的是正向的能量 要知道 当下 我们自己的旧先受益 我们自己的心 就会 开心 快乐 如果我们起了 坏念头 起了不好的心态 你的心就会纠结 你的心就会不舒服 至于我们要往好的方面 或是往坏的方面 不是别人在主宰 不是别人在掌控 是自己在选择 所以自己要去对比 你要有觉知 不舒服 好 我们要去找出 我不舒服的原因在哪里 然后问自己 难道我要成为境界的奴隶吗 难道我自己要选择 又被恼苦痛苦吗 还是我们可以做生命的主人 把负能量转换成为正能量 祝福自己 也祝福每个人 你才能够学会 不成为境界的奴隶 反过来 你能够成为生命的主人 什么叫做 命运 主宰者是你自己 各方面 包括天地父母 那都是祝愿 天地父母给我们生命 就让我们做生命的主人 让我们可以选择 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深度去体会 怎么样来到做生命的主人 那你当你慢慢学会做生命主人的时候 你就会体会到我的人生 是要幸福还是要痛苦 要知道选择选择是在自己 我要怎么样经营我的人生 我要负起责任 消极悲观 也是自己在选择 你也可以当下 就不成为境界的奴隶 而当下选择 我就是要乐观积极 行善主人 把生命医活出来 那是当下可以转练的 不是说在那里消极悲观 然后就我业障深重 然后我怎么样 我一定要修多久 我一定要生生世世在那里修 要还债 还债 然后要修好几事 才能够得到快乐 才能够解脱 不是这样 那是当下的事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慢慢的去体会 我们每个人 是你自己的世界的主人 是你自己世界的源头源流 你的人生要幸福快乐 喜悦 还是要冲突痛苦 忧悲恼苦不断 希望大家正确的体会 是我们在选择 什么时候能够改变 那是观念心态 能不能转的问题 什么时候才能够转变 我们的观念心态 不带时节因缘 这就是佛陀所讲的 不带时节因缘 你愿意 你就可以 你有魄力 敢承担 你就可以 当然不是像一般 从一端又冲到另一端 而是要有智慧 因为当你冲到另一端 从自卑又冲向我慢 我慢心一起来 又去伤别人 一样啊 在制造痛苦啊 所以要有明觉 要有智慧 清楚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选择什么 清楚的知道 我做这些事情 有没有能够立人立即 当你真正在做立人立即的 当下跟之后 都会越来越快乐 讲这些也是 算是修行方面 很重要的一些关键 如果你能够好好去体会 光是追随话 就可以减少掉你几十年的修行 我讲的是几十年的修行 因为那是心态关联的转变 你这个心态观念没有转变的话 你就是一直的用那种罪恶感啊 或是次等人民的心态啊 在那里紧紧抓住某个法门 或是一些法门在那里修 你的心态观念没有校正过来 你就会一直的用罪恶感的人生 罪恶感的心态再修 所以就会修个没完没了 还要生生世世在那里修 如果您够正确体会 你有了正确观念之间 你会来到没有自卑也没有我慢 活出生命的喜悦 活出生命的神圣